以下工具 首先是拉网安装 拉网分为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第一步扎绳裁剪方式 先将扎绳分为三段为一组 然后将每段重复折叠 长度在1.2米左右 大约是双臂撑开的长度 折叠完了 以后再拿剪刀从中间剪开 这样的裁剪更加高效 而且非常有利于接下来的扎板 把裁剪好的扎绳挂在身上 做好接下来的安装准备 第二步是了解活扣的应用 活扣是在安装中非常常见的打结方式 把扎绳环绕成一个圈 再从第一个圈内拿出扎绳 再往外环绕一个圈 然后将扎绳穿过第二个圈内 就完成了活扣打结 第三步就是把方格网大概的位置固定 先用活扣固定好上方的点位 再固定侧面 最下边先不固定 第四步就是方格网的缠绕了 先从上边开始 缠绕到每一个方格 确保每个方格的方正 要做到红屏竖直 缠绕到扎绳不够的时候 再拿另一根扎绳连接上就可以了 接着再切换到侧面 侧面也是一样 缠绕到最后 记得用活扣固定 第五步是对方格网的裁剪 将方格网拉到底 需要留出一格 再将多余的方格网裁剪掉 注意要裁剪平整 再把裁剪好方格网固定上就可以了 接下来是包管的安装 包管分为以下几个关键步骤 首先第一步是切割包管 每一个包管都有一条切割线 对准切割线的位置 然后另外三个手指挨着包管 然后顺着线平稳切割开 另一种情况 是包管中间隔着方格网 需要对半切割 对半切割的时候需要注意 尽量切割平整就可以了 第二步是接口处的处理 先将包管对齐 测量接口处的位置 再做好记号 再把包管做半圆弧的切割处理 不宜切割太大 一点一点调整到合适的切口 这样就正好可以安装上包管了 第三步是扎带的固定 在末端和接口处位置 需要固定好扎带 然后就是 每20厘米左右 再固定一个扎带 然后把扎带的多余的部分剪掉 再把剪了的部分转至内侧 第四步是包管的连接处理 包管到末端时需要注意 先测量长度再切割 再拿刀 将两端内面切割掉45度角 向内切割一部分 再安装上包管就可以了 然后是包管的长度不够 该如何连接 首先测量好长度做标记 保留5至10厘米的多余距离 再把外面的皮撕开 把多余的那面切除 保留皮面 再把包管安装上 就能很好的连接上了 最后一步是拐角处的处理 先把包管在拐角处安装上 然后在拐角的位置 上下两边45度斜角 将包管切割开 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再切割掉 再把切割好的位置 做一个收口就可以了